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做面膜 疯狂的做面膜 女生还告诉我们她平常是从容不化妆的 连保安品都只有最基础的炉色水和玉美性 不过建议她和女人的性格有点关系 她做过主持 做过敬礼 还做个打杂的 也经历过不少的挫折 这样理性的性格变得倔强而泥利 以至于很多人都管她叫圣业 就是在她平常的衣着上来就可见一斑 那家伙比较学心 因为上一天拍杂志上会有个节目都会穿裙子 所以我自己好像从来不穿裙子 就是会怎么简单这么来 我自己的话喜欢那种就像这个很明镜的颜色 就今年的那个冰冰零色 我觉得还蛮流行的 2011年9月7号 李胜签约滚石唱片开启全新的音乐里程 成为影视歌三次明星 个人首张专辑也于3月份正式发行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我发了新专辑 Oh my god 对就是一个很 就是拍完新环珠之后 签约滚石发了第一张唱片 然后是很鬼马精灵 很天马行空的 然后很女生的想象力的一张这样的专辑 但是之前会有人质疑吗 应该会有吧 我也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大家可能会没有听过 就觉得你是演员 然后这样发一张唱片 可能大家没有听过 然后也不会就是 就是一般都会觉得说 把演员去唱歌就那样 都活着身上 也要开开启机 谢谢